为了防堵非洲猪瘟农政单位去年起 全面的辅导厨与养猪场转用饲料 但有不少的小型养猪场还是选择退场 首当其冲的养猪业者约减养两成 连带让专职饰养母猪繁殖宰猪的业者 面临了转型的考验 养猪协会理事长陈志忠说 为了避免产业暴露在疫情风险下 政府加强集合力道 据规模的猪场有能力配合转型 但小型饲养库改用饲料 升级厨与真主设备有成本的压力 再加上许多养猪户人力老化 因而选择退场 大环境与政策双重影响 是养猪协会减产的主要原因 现在目前我们遇到就是环保 还有地方自治条例的问题 一些青农要在建设新厂 还要受到自治条例的问题 说实在话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小厂的因为不能再继续经营 会减产 减产下去搞不好我们花蓮到时候 会要靠外地来供应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会很严谨 因为我们现在租的疾病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疾病叫小猪下例 PED的问题 PED如果下例的时候 刚出生就死掉了 所以我们今年二月份那时候 PED跟一些措施 政府的措施 搞到我们八月九月份的猪 减少不够 还跟台糖掉猪进来 对 所以说我们八月九月份是缺猪的状况 而目前白猪价格每公斤平均约70块 白猪市场价格波动大 减产后如何让产业维持稳定 成为了重要的课题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 我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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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